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羽雄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我要來拍一集妝容分享 因為呢我自從發了一張照片之後呢 就超多人操完 要我化這一個妝給大家看 所以今天呢我穿了一模一樣的衣服呢 要來化妝 那一樣呢今天呢 就是會使用之前上一次購物開箱的一些化妝品 然後就是深度的跟大家介紹 那如果說為這次的主題有興趣的話呢 就歡迎看下去囉 那我首先第一個步驟呢就是要用 這一個Pony Effect的 金盒然後它是比較 控油的款式然後妝感是 比較霧面的我覺得它的盒子 很好看只是很容易會沾一些 指紋那我們就 來上一下 底妝的部分 那我選的是23號的自然色 因為我自己是比較偏黃 然後暗沉的皮膚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這個色號是 我的色號沒有錯 可是因為我自己個人喜歡白皙一點的色號 所以我覺得如果下一次我再回購的話 可能會想要買21號色 我覺得這款的好處就是 我覺得Pony他們家的那個 氣墊粉餅啊 他們的粉餅都做得很好 雖然它會有一點吃粉底啦 但是我覺得它拍上臉的感覺是挺不錯的 因為你們看我現在的皮膚就已經 跟我的脖子有色差了嘛 就是代表這個顏色其實是蠻白 因為韓系的他們的粉底都會做得比較白 可是可能我自己啦 就是過個幾分鐘之後 它就變成比較自然的那種色號 好然後底妝上完之後 我們來上一點遮瑕 這個是Super Stay 然後之前Maybelline寄給我的公關品 然後點在白下巴 還有這個痘痘的地方 因為這個色號剛好比較白一點點 所以在我上底妝之後呢 這個色號會蠻符合的 然後我就是稍微拿我的手指頭這樣子 把它拍開 我覺得Super Stay這一個系列的那個 都還蠻持久的 然後我的色號是15 這罐的話 現在就是我底妝完成的部分 然後我要鋪一層蜜粉 因為我是偏油的肌膚 所以很容易會掉妝啊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就是會用這一罐蜜粉 最後也是韓國的牌子 叫B...什麼 B-A-N-I-L-A-C-O 就是這一個款式 我覺得他們家蜜粉也是就是還蠻... 啊!我上太多了 完蛋了 今天根本就不是什麼妝容分享 應該是自毀妝容吧 但真的我就是這樣畫 其實我覺得今天的妝容重點是 主要在於眼妝的部分 因為我真的是走一個比較濃妝啊 比較有點...兇嗎?也沒有兇 就是比較...跟以往我裝溫柔妝 比較不太一樣的那一種 然後一樣就是上一點點蜜 讓我的妝比較服貼一些些 就可以來上我們的下一步啦 下一步的話通常我會畫眉毛 然後我現在呢 一樣用這支零四號色 把我的眉毛上來填補一下 我要再次跟大家強調我真的 超級不會畫眉毛所以呢 請不要編我喔 不然就編小莉一點 好了大家請幫我看一下 我在鏡頭前面有沒有眉毛對稱 我好像有點忘記修一些雜眉 所以呢 這邊好像還有一點點眉毛 我到時候再把它修一下 忘記這個中文名字叫什麼 這一個的筆影刷還蠻好用的 而且好像也才二三十塊而已 那時候是初清買的 就是一樣沾TOO COO FOR SCHOOL的三色修容盤 然後我就是會沾 比較深的兩個顏色去做混合 敲一下 那我一樣是從這邊啊 修容的時候從這邊開始下手 我真的是每一次必修我鼻影 因為鼻子真的太大 然後因為很多人都會說 就是鼻影的話要自然就是要帶到 你的眉毛這個地方 所以呢你們就多少幾項 雖然我不是專業的 你們就聽聽就好 大概有get到他的精髓就好 一樣就是另外一邊 接下來呢就是會用 比較淺的兩個顏色去做混合 然後把我的鼻頭這邊呢 再稍微修一下 因為呢我真的是一個霸鼻 就是蒜頭鼻 所以呢就是鼻頭這邊呢 就是往再來修稍微小點點 哈囉大家有沒有看到我的鼻子呢 如果從側邊看呢 它的立體感就很重 像我現在就是 有整個鼻子的輪廓出來的 接下來呢我們拿出 卡翠絲這個香檳金色的打亮 跟一個小刷子 那因為香檳金色是一個 比較偏我的膚色的打亮 所以我就基本上都會用這個顏色比較多 沾一點點之後呢 有鼻涕 就是在這個地方一樣 就是三角形的部分 接下來最重要的部分是有鼻子嘛 所以鼻子的話 我就是會修中間這一點點 刷在這邊 我通常就是會讓 我的小毛巾去沾這個打亮 然後點一下在我的鼻頭這 所以就是點一下 再點一下 這邊就是你平常如果自拍啊 然後你的鼻子如果剛好角度是對的話呢 它就會有一顆 像我現在這樣有沒有 一顆 亮晶晶的感覺 當然你的鼻子 但是月尖的時候 一顆的感覺就會更好看 更小巧可愛一點點 但因為我鼻子很大 所以很多人都說其實 就是不要點在這邊 如果你鼻子很大的話 但我會點是因為我平常拍照 都會用修容程式 所以 鼻子就會變成尖尖挺挺的嘛 然後這個小鼻頭那地方 如果亮亮的就會很漂亮 所以我通常都是會這樣修 再來就是 我們要來上腮紅 那腮紅的話 我用HIMI那個新買的六號色 然後一樣拿一個 腮紅刷呢 它是一個比較 磚紅的顏色 然後比較 淺一點點 沒有那麼磚紅 這個磚紅的特色就在於 它有腮紅真的超級無敵明顯 所以我就是會 刷的比較 多一點點 讓它顏色出來 然後加上因為我是長臉 所以我一定會在顴骨這邊 再掃多一點點 因為我沒有辦法把我的腮紅往下 如果往下呢 我的臉就會垮垮的 所以我都會把我的腮紅往上 然後掃一點點帶過鼻子 就是有一點可愛的那種感覺 就這樣掃過來 換這邊 我就是這樣一直疊加 然後直到它在你的手機的鏡頭上面 看起來已經有一點粉紅的話 就代表OK了 因為以前我還蠻害怕說我的腮紅疊太紅 但後來發現其實相機都會有點吃色 所以你的肉眼看可能覺得很紅 可是相機就是有點拍不太出來 所以如果我是今天專門要自拍的話 因為那天是剛好拍業配照 所以我就是會畫比較紅一點點 那因為今天也是相機的話 我就也是畫深一點給你們看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眼妝啦 因為眼妝也是這個妝容的特色 那今天會用到兩盤 一盤是Romaine的 然後另外一盤呢是Colourpop的 然後我會先用這個做底色 因為這個妝容它是比較屬於大地色系 就是比較沒有像平常一樣 是紅色系列的 所以我就是用最淺的顏色呢 去先打底 然後打底的話就是用手指 因為手指比較快 接下來我們用這個顏色 它就比較深一點點 然後它是有點磚橘色嗎 磚咖啡色 然後從後面一樣也是用手 然後這樣的話你們就會看到 我這一點跟這一點的差別 就是有點出來的嘛 因為我這個顏色比較稍深一點點 接下來呢我就要派出我的眼影刷 就隨便找一個 反正我也不知道我用什麼 就再挑這個 再深一點點的顏色 然後沾一點點之後呢 我們就有點半閉眼鏡的狀態 然後從下往上 因為以前我都是從後往前 但是我是從下往上 所以就是最深的地方 會在我的最裡面的眼皮那邊 然後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唱機看起來有點橘橘的 但是我實際上呢 是比較大地色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我這裡是最深慢慢變淺 而且是最深然後慢慢變淺 用這個最深的顏色 這個漆的部分呢 再往 再加深一點點 然後呢 我們就是要來上亮片色 用手中指去沾這個更大片的亮片 嗚~~沾太多了 大家有看到嗎 我有點沾太多了 我還用掉一點點好了 因為這個亮片真的是很大塊 不行 我覺得rollman這個亮片有點 恐怖等等喔 放在這邊中間的話 一兩顆它就已經很閃 然後我們亮片就完成了 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要畫臥蠶 用一個比較扁的刷子 我是挑這一種 去沾最深的顏色 然後呢 就把它放在我的這邊 我先笑一下 你就可以大致知道自己臥蠶大概在哪邊 然後我就笑一下 然後這樣 畫出一個假臥蠶 你看有沒有 這隻假臥蠶就出來了 接下來就是用這一盤的白色亮片色 這個 亮片的色 哎唷沾到了 就是中指一樣沾一點點 然後 稍微畫一下 我的臥蠶就現在有點亮亮的了 這邊也是 就有點變白了這樣 再來我們就用3CE的眼影蜜呢 因為這個更閃一點點 就會比較明顯 就沾個兩三下 在這邊 不過這個3CE的眼影蜜要讓它乾一下 好 那在它乾之前呢 我先擦撥一下 我們來擦個唇膏 就是我們用MAKE的這個MARA CASH 就是比較磚紅的顏色呢 先上一下嘴巴 因為我怕我就是氣色不是很好 好的 我們就擦完唇膏了 那它也差不多乾了 我下一步呢 就是要來畫眼線 那眼線的話 就是用MERSY的這個眼線一筆 這個真的是爆好用 我現在是一定在回勾20支 而且它對我來講 是完全不會暈的那一種 然後它上面已經有點被我用的 摧殘到這樣 毛變成這樣 那現在就是沿著我的眼線呢 往上畫 因為這個妝的特色就在於 它的眼線是比較往上的那一種 所以它就看起來比較兇嗎 比較 不是那種無辜的眼妝 所以我就是往上畫 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是往上戴耶 我現在還沒把它填完 我後面先畫眼尾 我後面先畫眼尾 OK 那我現在眼妝就是差不多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重頭戲的啊 因為這個呢 是我第一個嘗試 用睫毛膏的妝容 所以今天呢也會介紹 這個 我真的覺得它爆好用 是一個韓國的牌子 這個牌子的睫毛膏 然後是02號色那種 有點酒紅色吧 那我用這個無印的睫毛夾 先把我的睫毛夾翹一點 我之前去拍一些影片的時候 有一個妝髮師跟我說 我的睫毛很令人羨慕 就是很長 然後可是我覺得 我自己的下睫毛超級無敵少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覺得我的睫毛的長度 就只有上睫毛比較長而已 好的 我們先近看一下 我目前呢 已經是有點站起來的狀況 可是它還不夠的濃密 那我們就是出動這一支 這一支我跟妳講 一刷不得了 它又持久 然後又濃密 然後又站得很起來 我刷給你們看你們就知道了 我先刷第一次 我要跟大家再三的強調 因為我那張眼睫毛絕對不是用特效弄出來 是我本身自己的睫毛就這麼長 完全不得了 你看 我的睫毛 天啊 這是什麼 超美的睫毛 我才上一層而已 我現在來上第二層 你看我現在整個睫毛就是超級有精神的那一種 然後這個的膏體它前端會有點太多 所以我都會把它用掉 這是它的缺點 不過它其他都是優點超棒的 然後再來就是下睫毛的部分 因為我下睫毛真的超級不會用 所以我都會搞超久 那就是稍微的壓一下 然後睫毛出來之後就稍微刷 我下睫毛真的有點稀少 你們就參考一下 你看 跟這邊的差別 有沒有超級無敵好看 最後呢 我就是要來捲我的瀏海 就這樣 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 然後 拉到後面 往上捲 OK 那我現在呢 就是整個妝容都完成 然後頭髮也捲好狀態 雖然我今天呢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頭髮有點軟 總而言之呢 就是這樣啦 那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結束了 希望呢有回答到大家 關於這個妝容的問題 然後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留言或私訊跟我說 嗯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妝容還滿意嗎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在下方幫我點下喜歡 並且訂閱我 如果想要持續中 他也可以到Instagram 或是Facebook 粉絲專頁按讚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